同学们上节课 咱们讲的鼠温气氛症 鼠温呢因为它有加湿不加湿的区别 在气氛里有两类表现 到银分血氛就没有了 它有气氛的鼠热和气氛鼠湿两种情况 上次课咱们讲的是气氛的鼠热 它可以表现为鼠热入肺胃 肺胃热吃 进一步发展呢 它可以耗气伤筋 如果以耗气为主 就用白虎加人参 如果气氛两伤 鼠伤气氛 就由王氏青鼠一起它 如果再发展 那就转变成虚症了 虚脱又收脉伞 再严重 神腐热 是在气氛由时转虚 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下面咱们开始介绍 属湿病 气氛的属湿 气氛的属湿根据 它所在的部位不同 也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第一个类型 是属湿困土中角 这是一费调到的 属湿困土中角 为主要一个属湿团 相当于属湿团 她的利用 一费调到的 就有了 一费调到的 属湿团 而是属湿团 蜀石昆土中焦啊 具体的来说 是以味热为主 有人把它叫做 阳明味热 太阴皮湿 因为它是属邪加湿 所以以阳明味热为主 加太阴皮湿 湿和热 进入中焦以后 它是有选择性的 因为味为造土 皮为湿土 湿就专门困皮 热就专门饭胃 就是叶田氏所说的 在阳望之区 胃湿很多 在阴圣之体 皮湿也不少 表现形式不一样 这种类型呢 寝犯中焦皮胃 两个当虎 以味热为主 加有皮湿 它的临床表现 大家看 66页 壮热凡渴 汗多腻短 顽痞深重 脉宏大 或花朔 壮热凡渴 汗多卖宏大 这不是白虎症吗 四大症啊 这说明 阳明未热胜 小便短少 说明伤心 但是白虎症 没有碗闷深重 胸碗痞闷 周身沉重 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他有失 失足中焦 气机不畅 胸碗痞闷 如果 失重一点 还可以出现 恶心 厌油腻 有这种病人 他都觉得恶心 但是不一定呕痛 看见油腻 就恶心 吃饭呢 只能喝粥 吃咸菜 吃清淡的 炒菜不能吃 失重的表现 脉象 如果说 热重 失不重 就是宏大 表现为 扬明病的脉象 如果说 兼失还比较重 也可以出现 华硕脉 就看失的多少 但是 总而言之 总体来说 是以热为主 加湿 它四大正 只要存在 只要有高热 大壳大汗 肯定是热为主 就湿的程度不等 也可能很轻 也可能稍重一点 但是湿再重 它不会超过热 这种类型 就叫做 胃热 加批湿 制法 清热化湿 以清热为主 煎以化湿 清泻 阳明 味热 煎化 太阴批湿 代表方济 白虎加 仓竹汤 这个方济组织得很好 它只加一味仓竹 用白虎汤 来清 阳明味的大热 为什么加一味仓竹 它为什么不选别的药 半夏行不行 扣人行不行 后破行不行 黄连 那么多造湿的药 为什么只选仓主 这个药有特点 它去表里之事 仓主既能造皮湿 又能发表 它是新温药 有新温发表作用 病人 除了有碗闷之外 还有身重 身重说明 他诗血弥漫在肌肉 所以感觉到周身发沉 诗不一定是代表 它可能是有里边 像比体表弥漫 不一定是从表而来 可能是里诗 像体表弥漫 但是呢 总归 它肌肉部位有诗 感觉到沉重 那你光造里诗 在体表的诗怎么去 所以用仓主 它去表里之事 既能够造皮 又能够发表 就这个药吧 选得很好 如果说热还比较重 湿也比较重 在里边还可以加药 比如说加黄莲黄芹 既能清热 又能造湿 这时候加黄莲黄芹 不要紧 加苦寒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它加湿 在白虎汤的基础上 可以加芹莲 代表说有恶心 燕油腻 可以加火香 配蓝 还可以加猪乳 清热脂污 这就根据临床具体情况 比如说乙型脑炎 气氛症有这种表现 有的大液性肺炎 也有这种表现 这个方式也在临床 常用也好用 可以根据临床表现 灵活加减 这个内容不太复杂 正后很简单 大家掌握它一个特点 它的热和湿 集中在中焦脾胃 是胃热脾湿 下面咱们要讲的一种类型 和这个就不一样 它是鼠湿弥漫三焦 鼠湿弥漫三焦 还是以鼠热为主 加湿 但是呢 它不集中在中焦脾胃 而是上中下三焦都有表现 临床表现 深热面赤 悬韵耳聋 令人有悬韵耳聋 汗出心烦 汗出心烦 胸闷顽痞 恶心 是西变 小变短翅 磕痰带血 舌红 胎 黄滑腻 黄滑腻啊 这是黄腻 又滑润 水分多 黄滑腻 脉象滑硕 这个表现 就不是四大正 加上碗焖神中了 它就不单纯局限在中焦了 可以说啊 这个正后 既有三焦弥漫之热 它不是弥漫三焦吗 既有三焦弥漫之热 又有三焦弥漫之热 湿和热 都弥漫全身 先找三焦弥漫之热 深热 周身发热 从上到下 一派热相 这是不是热弥漫的三焦 面翅 是说明 鼠热上庸 气血就上庸啊 所以面部充血发红 面部应该说在上焦 汗出心烦 心烦是上焦 汗出应该说是上中焦 肺味的热 像体表弥漫 小便短翅 筋液损伤 胖光水液不足 是不是下降 所以它有三焦弥漫之热 再看三焦弥漫之湿 悬运耳聋 并在上焦 为什么会出现悬运耳聋 是湿热上症 热邪 蒸动 湿邪 上蒙 轻翘 头为轻翘 所谓上蒙轻翘 就是湿热邪气 欲争欲上 导致轻翘不利 病人啊 晕晕乎乎 脑袋有晃动感 悬晕 耳朵听力减退 甚至语听不见 根据它全身症状 和舌脉来分析 是湿热上蒙的结果 千万不要认为 是邵阳病 胡居通不反复讲吗 温病耳聋 与邵阳者必死 不光是下焦 真阴欲结的耳聋 与柴虎者必死 湿热病 叶田氏也讲 不与邵阳耳聋同利 不与邵阳耳聋同利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湿热 用柴虎 反而把湿热向上升 柴虎是生体药 是发散的药 用了它以后 湿热邪气 反而往上涌 加重耳聋 不仅不能治 反而加重 所以千万不要作为 少阳耳聋看待 是湿热欲争 胸顽脾闷 说明师祖中焦 气机不通 凶闷顽脾 恶心呕吐 是由于 湿热组织中焦 胃气不降 上腻 脾气不生 水师下走大肠 就出现大便唐蟹 为什么颜色黄 臭味那么大呢 因为它热肿 所以恶心呕吐 是胃 并在胃 胃气上腻 大便唐瘦 并在脾 脾气不生 水师不韵 下注大肠 磕痰带血 湿热损伤肺落 上胶症状 上胶 废气不宣 由于湿热组织 肺气不宣 上腻而磕 由于热血 损伤了血落 这个不严重啊 损伤了肺的血落 小的落卖破了 所以痰里边带血 因为它不严重 所以还是气氛症 不是气血凉犯 气热解除了 进入肺落的热没有了 它自然就不科学了 蛇虹 说明 湿热上征 主要是热血 导致蛇冲血 蛇胎黄 脉硕 说明热生 蛇胎滑腻 说明湿也重 这个症候 它是数热加湿 弥漫到 从头一直到下 有全身症状 所以叫做湿热弥漫三胶 既有三胶弥漫之热 又有三胶弥漫之湿 湿和热两个比较 哪个重 还是热重 为什么 它热相非常明显 深热面赤 汗出 麦朔 蛇胎黄 如果说湿重 那就应该是白逆台 如麦而不朔 热相不显 所以热相只要显露出来 起码是湿热并重 而这个症候呢 热相非常明显 所以叫做热重于湿 治疗 清热力湿 宣通三胶 也可以叫清力湿热 热要清 湿要力 因为它三胶气机不通 所以要宣通三胶的气机 代表方济 是温病调便的三食汤 三食 生食高 含水食 非花食 非花食是指花食粉 花食用水 套盐 盐成粉 这水的肥 煎的时候要包上 包碱 要不然药摊里边 全是花食的沫子 不好喝 这三食 入三胶 生食高 入中上胶 肺胃 清上胶之热 但是食高不入下胶 寒水食 咸寒 入下胶 它清中下胶的热 寒水食 咸寒 入中下胶 寒水食是咸寒的 它和食高不一样 食高有透的作用 寒水食没有 就是清 泻 它有泻热作用 清泻热泻 华食 既能清热 又能力湿 力下窍 所谓力下窍 就是力小便 它有通力小便的作用 华食是干淡寒 淡 淡富裕干 所以叫干淡寒 它能够从湿中泄热 就在沥尿的同时 把热也泄出去了 从湿中泄热 三食入三胶 以清热为主 也沥湿 底下这几个药 是配合它们的 杏仁 开上胶废气 杏仁是降气的 废气能降 当然它也就开了 所以它能够开上胶废气 有悬上的作用 通过降废气 而开通废气 使水稻通调 废主通调水稻 废气必在的水稻就不通了 所以悬降废气 就能通调水稻 通草 通利三胶 通草有通利三胶水稻的作用 吴居通温病条片里边 有好几个方 是华石通草杏仁这三个药 一块用 它自己没讲 我这么分析 它为什么几个方子里边 都用这三个药 说明 它对用这三个药来利尿 很有经验 通过杏仁的降废气 使水稻通调 花石呢 再利尿 小便不就下去了 加上通草 通利三胶 诞生利湿 通草也是干淡的 所以这三个药合起来 是通调三胶水稻 这是它用药的特长 就这几个药 三个药 搁在不同的方子里边 但是都起 这个作用 它说叫宣气力小便 宣通气机 通利三胶 从小便里边 卸湿和热 诸如 能够清热和胃止胧 这个人不是有恶心呕吐吗 清热和胃止胧 它是一个 胃热呕吐 很好的治疗药 同时它还能够通落旋育 以猪之脉络通人之脉络 它有通落作为 宣通气机 银花 含凉清热 方香化石 这个药啊 有两方面的特点 一方面 它本身是凉药 能够清热透热 另一方面 它是方香药 方香就能够化灼 可以说啊 既能清 又能化 既能鲜 又能透 在这儿 是起清化鲜透作 估计同说呢 露更妙 也就是说啊 用银花露 比银花还好 银花露 就是把银花 采摘下来之后 最好是用鲜的 放在 放在锅里蒸 不是主物 是蒸 取那个蒸流水 那叫花露 其他的花 你据花也可以蒸露 银花也可以蒸露 在这儿呢 说露更妙 就是说 用花露 它比银花的作用更好 它更纯 方香味更浓 透泻 再加金汁一酒杯 金汁啊 也叫粪清 它是用这个粪便 健康人的啊 装在坛子里边 埋在地下三尺 埋上三个春夏秋冬 埋三年 取出来之后 一点味都没有 你别以为这个 大粪呢 肯定是臭的 埋上三年之后完全分解了 都是水 这是吸水 清水 没有这 没有分别 这个要是大寒 寒凉清气 在这儿是用它来寒凉清气 清胃肠的热 这个要现在不用了 过去是很通用的 寒凉清气 整个这个方济 以清三胶之热为主 兼粒三胶之湿 这个方济的特点 滑石杏仁 配通草 通粒三胶水道 整个这个方济 还是大寒 如果说湿重 那绝不能用这么寒的药 因为它是热重 湿热弥漫三胶 以鼠热为主 所以还是用大队的寒凉药 石高寒水时都相当之寒的 寒水时有盲消的股用啊 它闲寒的 这个方济怎么来的呢 叶林对他有个评语 他说此剽窃叶氏 致阳性案 而斗篆方明 怎么来的呢 从林郑指南来的 林郑指南叶天氏 致阳某的一个病例 就这么个方 吴吉通看着挺好 就起个门叫三十汤 就写到文明条片里边 在 放在中胶片 他这说法对不对呢 确确实实 吴吉通文明条片的方 很多都来自业案 你要到施文明里头 你看吧 说这十几个方 都是来自业案 都有人给他数过 还有的人专门对他 这个文明条片的方 去做个统计 哪一条来自业案 哪一条来自业案 大部分都是 但是你不能说 他是剽窃 为什么 吴吉通讲得很清楚 此业势立法 井出竹家也 就在银下散访论 说得很清楚 这是叶天氏的法 不过是叶天氏呢 就写在一案里边 一般人不注意 而且叶天氏的一案里边 他混在罚病里边 没有给文热丹列一门 人们不容易注意 吴吉通把他整个通读一遍 把他掌握好了 根据临床 把他那些有效病例 摘出来 给他确立方明 你后世再看文明条片 这个方那个方 是有什么证 他有指导作用 你要看叶林和王孟英 批评注的文明条片 大部分都是否定的 这本书就要不得了 这也不对 说得太过分 这个方计 清三焦之热 立三焦之实 是个很好的方计 好用 你管他哪来的呢 他试业案 业案有效 我们把他发扬发扬不好吗 如果没有吴吉通 起三十堂那个方名 写在文明条片里边 谁去翻林诺指南一案去 你就翻了以后 你能重视他吗 你不见得呀 吴吉通独具慧眼 他看出来了 这方子好 经过临床实现有效 他把他写在书里面 所以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增补评注文明条片 那里边有王孟英和叶林的暗语 对吴吉通大部分条文是否定 但是也有肯定 肯定的少 否定的多 他们的否定 有的有道理 你比如说用硅脂汤 走遍文明第一方 这个否定肯定是应该否定 其他的否定 不一定都有道理 尤其说吴吉通是剽窃 太严过气实 人家吴吉通说的明明白白的 我是从叶田生日拿来的 人家自己说了 你还说人家是剽窃吗 不言不语 偷偷拿走那叫偷 我告诉你了 我拿过来了 那不叫偷 不是剽窃 我是这么看啊 刚才咱们讲了两个类型 一个是胃热加皮石 一个是鼠石弥漫三角 这两个类型不一样 邪气的性质相同 都是鼠热为主 兼湿 但是 胃热加皮石 它是湿热凝聚 集中在中角 所以用白虎汤 清阳明都胜之热 加一味苍珠 造太阴皮石 同时又去表示 因为它位置很集中 鼠石弥漫三角 是热蒸湿洞 上中下三角受血 而且气积不差 所以必须在清热的同时 要通力三角之实 宣通气机 这两个方计也就不一样 上一个方 白虎加仓猪汤 只用了一个石膏 三石汤呢 是用了三石 三石是入三角 大家把这两个症候 要区别看 这两个症候 还有一个特点 因为 它们都是热重 属于温热加石 或者叫热重于石 所以它们的发展趋势 最后 都可以化造成温 就是如果 中胶病 治疗 不计时 或者是不愈 再发展下一步 石就没了 就光上热 热越来越险 石越来越少 最后化造成温 可以转化成温热病 白虎加仓猪汤症症 可以转化成白虎症 然后可以入瘾 可以入血 三石汤症 进一步发展 也可以转化成温热病 入瘾入血 气氛的 鼠温病气氛的 温热和湿热这两类 单纯的鼠热 和鼠热加湿 表现不同 但是最终的结局 它们都可以入瘾血 下面咱们就介绍第三类 瘾血分症 鼠热邪气 深入瘾血 鼠湿 如果湿不进 一般不入瘾血 鼠热 深入瘾分血分 可以有很多表现 因为它既可以入瘾 又可以深入入瘾血 所以表现形式较多 咱们下面分别介绍 几个主要类型 第一个是鼠伤肺落 鼠热邪气 进入瘦泰淫费 那当然是费的气氛 但是气氛热是太高 窜入血落 损伤了肺落 导致肺出血 这个和上面咱们讲的 三十趟症的 有点磕血不一样 磕痰淡血不一样 它是大出血 所以这个是气氛两反 是肺底气氛热 窜入血氛 损伤血落 临床表现 灼热反渴 头目不清 头脑不清醒 肾则神昏 轻则头脑不清醒 重则昏迷 骤然卡血溜血 甚至口鼻溶血 喷射而出 轻则卡血 卡血和磕血的区别 磕血是磕的同时 磕血 卡血是不磕 是主动的 绝对症啊 难受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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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这血 不是磕痰淡血 是卡血 或者是鼻出血 磕血 严重了就 从口和鼻 向外拥血 咳涩气粗 甚至喘疾鼻山 严重了就喘 鼻翼山洞 喘得很厉害 舌红苔黄 麦硕 或者是福大中空 就是扣麦 或者是硕麦 或者是扣麦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表现 是鼠热入肺 气氛热赤 高热经商 所以他 烦热口渴 鼠热上冲 气血上涌 鼠微阳血 是热之极 热助生 所以他鼓动 气血上行 头部的气血充斥 大量的气血 向上涌 头就发闷 发昏 鼠热入心 就可以昏迷 鼠热扰心 就出现神魂 鼠热血气 由气氛 窜入血落 还不是一般的 小的落脉 是大的落脉 甚至于 经脉 就可以出血 就肺出血 从肺部出的血 可以从鼻子里边 溜血 也可以从嘴里边 卡血 甚至于从口鼻 一块向外涌 大量的出血 病情很重 道理很简单 气血两番 因为他肺热永胜 肺里边又出血 所以他 磕船 鼻山 肺气上腻 由于热血 荣豫在肺 肺气 不能正常的 宣发作价 所以气逆而喘 初期 热血胜 没有大量出血的时候 肯定是硕脉 因为热出不来 脉很硕 大量出血之后 由于出血量多 经脉空虚 脉管里边 血不够了 血容量不足 所以 福大中空 出现抠卖 再继续发展 就徐托亡羊 就不是抠卖了 就变成 微细欲绝 或者是散卖 这个卖相啊 为什么有写他 硕 抠 微 就这么个原因 在没出血之前 热血没有出路 鼓动血型 所以卖硕 然后就出血 大量出血之后 脉管空虚就扣 由于气随血脱 最后亡羊虚脱 就可以出现 脉位欲绝 它是不同的阶段 见不同的脉象 这个正后啊 吴居通 温命条片里边 还有雷绍义的实名论里边 都把它叫这个名 这地读债 读这个音 属债 为什么叫属债 是和这个有关系 老债大家都知道 是肺结盒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都用这个词 都用这个词 是因为它有共同特点 但是前面的定理不同 债的原因不同 因为它们都有咳血 都可以出现咳血 它类似于老债 老债不就是咳血吗 咳痰淡血 所以它又用了这么个词 是肺病的意思 肺病咳血 类似于老债 所以用了这个词 但是它们两个 可不是一个病 这个中医说 是牢虫 牢虫感染 是传染病 也就是结合菌 鼠债 也是传染病 它是 写全程吧 勾端螺旋体 感染造成的 为什么它多发生在夏天呢 因为夏天人多下水 尤其是南方 江南水乡 你下稻田也好 下河也好 病人 病鼠 病猪 尿液里边 就含有大量的螺旋体 螺旋体排入水中 你在下水 通过皮肤进入血行 然后过残全身 最典型的表现为 出血性肺炎 导致肺出血 因为肺出血 有次于老债 所以起这个名 但是 它是发生在夏天 这鼠债嘛 鼠债发生在夏天 老债 一年四季都可发生 什么时候都可以 得结合病 这是一个不同 再一个 这是一个急性传染病 来势很急 很短时间 那就大量的喷血 最后就因为大叔血而死亡 病情为重 来势凶猛 病程短 老债 是慢性 传染病 它虽然也是传染病 但是 它发展缓慢 它主要表现为 阴虚内热 为什么把它放在 杂病里头呢 放内科去讲呢 它不是文病 它逐渐发展 表现为阴虚内热 低热 潮热 五辛繁热 两强红翅 磕痰带血 它可以牵沿 很长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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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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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道是指 呼吸道 呼吸道它是行气的 不是行血的呀 血从这出来 肯定路走错了 怎么办 清肺凉血 是由肺的气氛 太阴气氛 窜入血氛而导致出血 所以要清气 要凉血 制法 清气氛热 凉血 散血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性 它用的方 是西角地黄汤 和银翘散 方也很好 这个方气很好 这两个方子合起来起什么作用 用银翘散来悬肺 使气氛热血 外解 它有向外透的作用啊 银翘散是透热呀 用它来 悬肺透热 既能清肺 又能悬肺 清透气氛的热血 使血有出路 热血向外走了 它就不向血脉里边逼了 那血脉的压力就减轻了 就是清气 因为它已经出血了 怎么办 凉血散血 用西角地黄汤 这两个方子大家都熟悉 合在一起作用 银翘散清气 西角地黄汤 凉血散血 不就止血了吗 这种血可千万不能止 因为它已经出来了 用了止血药 就把血浴在肺里边 病人马上就昏迷 病情加重 必须是通过凉血来止血 如果用碳类药止血 它血已经出来了 你把它浴在里边 那不加重病情吗 同时把热也浴在里边了 浴热 聚集在肺 没有出路 病情反而加重 所以吴俊通那个方济 应该说组织的非常好 他还提到 已用过表药者 已经用过解表药的 可以去掉 豆齿 芥瑟 薄荷 豆齿 芥瑟 新温 薄荷 新凉 透体量很大 去掉 这个咱们说 可以不去 用过表药 没用过表药 这三个药都不要去 为什么 不能去 不能去 去了以后 不如有它效果好 这种病人 为什么 口鼻用血 出血那么多 就因为 肺热没有出路 他向外走不了 就往血脉里边比 你要给肺热找了出路 他能够散出去 他自然就不往血脉里边比了 银枭散里边如果把豆齿 芥瑟 剥和去掉 它还有那么大禽透的作用吗 透体量还有那么大吗 银枭散的发散作用 就靠的是豆齿和芥瑟 当然其他药也有 没有它们强 只有心才能透 去掉两个新温药 这药就没有透的作用了 所以不能去 而且临床报道 也确实是不去为好 下面我要讲 为什么 就是说 吴俊通 他的原方里边 有这个夹减 你用过表药者 去这三个药 咱们说可以不去 碳因文病血通上液 洗脚电荒糖 和银枭散 这是第一步的治法 如果还减有中脚病 比如说大热 心烦 当然不会有大汗 有大汗他就不出血了 不会有大汗 脉红纳 或者恶心 有胃热 中脚是指胃热 以中脚法制止 还可以把白虎糖合进来 银枭散 西脚地方汤 白虎糖 可以这么合 他所谓以中脚法制止 就是说现在呀 只是表现为 太阴肺热 穿入血分 如果又有阳明味热 再加上阳明味热 阴枭散 白虎糖 西脚地方汤 甚至于 前面我不给大家介绍过吗 我们一位老校友 早期毕业的老校友 在四川 防洪工地上 用清文败毒瘾 治疗高端乱腺体病 肺出血 130多粒 没有一个死亡 效果很好 清文败毒瘾 清气凉血 透热解毒 你要把白虎糖 再合进来 就和这个差不多了 就差一个黄莲解毒糖了 这是讲到这儿 有中脚病的 那就是肺 胃 两个气 导致的 气血两番 那么单用银效散 效果不好 就合入 黄莲解毒糖 白虎糖 不都是清中焦的吗 肺胃两脏的 气血两番 对热的 压迫非常大 压力非常大 所以热血 逼入血脉 如果再进一步发展 就吐粉红血水了 为什么会吐粉红血水 咱们下节课再讲 休息 咱们下节课再讲